鲍威尔重申美联储将维持目前的利率和QE量化宽松政策不变之后 投资者反应如何 大家好 欢迎收看GoMarkets盘前解析 今天是2021年2月25日星期四 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昨天晚上美国市场的表现 在鲍威尔发布护盘美国的言论之后 美股在线昨天的大规模反弹 道指标普率先转涨 纳指也在开盘两小时后止跌转涨 截止收盘 美国三大股指收涨约1% 其中波音领涨并涨超8% 放科技明星股涨跌不一 Facebook 苹果等跌幅收窄 芯片股方面 台积电和盘后公布财报的英伟达 也涨超约2% 造车神话特斯拉收涨6% 止跌止止步之前的4连跌 目前已经脱离技术性熊市 中概股方面 蔚来汽车也涨超5% 重返50美金大关 大宗商品方面 上周美国油产量创下历史上最大的降幅 国际油价又重返近14个月以来的新高 目前美国WTI原油报价63.4美金 布林特原油报价66.5美金 黄金两联英 昨天晚上一度失手1800美金大关 目前重返1804美金 比特币目前承压5万美元 目前报价48420美金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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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订阅